上上礼拜,因为跨年,所以等于是新的一个年度了 上礼拜的话,当然还是希望各位回去可以把一些相关的范例 稍微把它做个复习 我们前面资料查询 资料查询里面的话,我们基本上是问题领悟,这个范例来做 另外当然今天我们也许把上上礼拜的重点再回顾 因为要做所谓的批次查询之前,你要用所谓的单次查询 你才有办法做批次 批次实际上就是说,比如说我要查询的不是固定某一个人 而是所有的业务人员 比如说所有的业务人员我希望全部查出来 那我不要一个一个查嘛,我要一次性的全部查出来 或者所有的客户啦,所有的产业别啦,所有的诸如此类的 你只要一个类别,你就可以通通可以查出来 那当然要批次查询之前,我们要先做那个所谓的单次查询 那当然我们大概把这个复习一下,不过我们换个范例好了 请各位先把这个时下登录这个范例,先下载下来 那这个时下登录,我是取那个目前你只要Google关键字,你只要找那个所谓的开放资料 关键是开放资料的话,我想在政府有非常多的开放资料 那其中的话比较热门的,也许就像那个,其中像开放资料里面 那最热门的话,那里面当然有很多相关的资料,你们可以去找 比如说包含像什么,政府的开放资料 那其他还有像台北市的开放资料 那其中的话,政府开放资料里面最热门的,其中应该就是所谓的时下登录 那因为时下登录上录之后的话,其实那个所谓的那个,你在买卖房屋的时候的那个 基本上那个成交的金额是开放,是公开的,不像以前是很多讯息是没有揭露的 那这资料里面的话,我是从那个政府开放资料里面,我把它整理出一个台北市的时下 所以,各位待会把这个把它开起来,那稍微重点复习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什么 比如说以这个台北市的时下登录这个资料,那我把它下载下来之后 那当然呢,假设法你需要做查询的动作,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做什么呢 切到这个台北市的时下登录里面,那各位可以看到,这里面我大概就抓其中 但不是全部啦,抓那个某一部分的资料,那其中的这部分的资料,假设我希望可以针对什么呢 针对那个,假设我要买房子的哪一条道路,比如说哪一区,哪一条道路上面 然后呢,我希望,比如说在那个哪一条,中华路,比如说在中华路上面有没有那个我要的 就是成交,那我要参考,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按个按钮,自动把那个中华路附近的那个房价帮我把它带出来 那一样,我们的需求一样,第一个,先打个关键字,也许你是找那个某一条路 OK,那他找到,假设是木星路,或者中华路,然后呢,他会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并且帮我把所有有关那个所谓的中华路,所有的资料通通放过来 那这个当然,我们上上礼拜主要就是利用其中有个功能 这个功能的话呢,当然,资料里面的筛选,那筛选里面我们是利用所谓的文字筛选,里面的包含 那上个上礼拜有提过啦,就是说那个包含的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关键字查询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全部的资料,你只需要部分资料,那如果你用等于的话,那就表示说你要完全match 就像说那个业务姓名,你要完全一样,你就是用等于,那如果说你要包含的话,表示说你这里面只要有部分的资料就可以 那所以呢,如果我要想要做一个快速的简单的查询系统,那该怎么做呢 当然这地方需要把它改成包含,那首先当然第一个,我们其实如果你不重新做的话,你可以怎么做呢 里面可以先开启那个开发人员,那你假设啦,我们其实不需要重新再做一次,其实你可以利用什么呢 利用我们之前做过的来修改,其实就可以 那我们上上礼拜的那个程式码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当然我们有先做什么呢,先做录制聚齐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之前是筛选业务,那我们录下来之后呢,其实你可以拿这一段 比如说筛选业务把它改成什么,其实你可以把这边Ctrl C 有没有,Ctrl V 贴上 其实你只要注意改某些地方就可以了,那我自己把它放大一下,这边 选项里面的撰写风格,把这边改自大一点,我们再自大一下,那筛选业务 其实你可以筛选,也许改成什么,筛选地址好了 那请输入,也许这边的话呢,就不需要业务性了,你可以输入地址关键字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可以发现,基本上呢,我们如果要查询的话,当然有几个地方需要修改啦 当然有没有放B1或C1,其实这个只要放在第一列就可以了 那做什么,Auto filter实际上就是做筛选 然后再来要查地址栏呢,其实关键性,再来就是Filt Filt指的是你要查的是地址栏,那这里当然因为刚好是第三栏,所以这里不需要修改 再来呢,quiteria,有没有,1这个地方,后面呢是一个等号 特别注意,如果你要做关键字查询的话,我前面有讲过,这边要做一个修改 如果你要改成,假设是里面完全一模一样,你可以用等于X,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要部分资料的话,要怎么修改呢,其实你忘记也没关系啦,可以往下卷动 之前我们有讲过就是说,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包含,其实只要改什么,改这样就可以了 OK,那也就是说,在X的前面,放一个什么呢?放一个什么呢?双引号 然后呢等于什么?STAR,这个STAR意思是什么? 不管前面是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字串 OK,那这STAR指的是万用字元,不管前面有几个字啦 反正哦,只要前面有字,而且中间有一个X,后面呢,你再加上一个什么呢?and 诶,不管后面有什么,也不管有几个字的话,诶,那只要中间有X 那这种就是所谓的包含 OK,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另外,在那个,他的说明里面有提到了,用问号 其实用问号呢,跟用STAR有什么差别呢? STAR,这个STAR,这个信号呢,就是不管有几个字 一个字,两个字,十个字,一百个字都没关系 但是问号,一个问号表示有一个字 那如果你前面有三个字,那你就三个问号 OK,特别注意哦,这三个问号是不管什么字开头,对不对? 那就是只有三个字 OK,所以这种两种用法,你可以交互的使用 OK,那但是如果说你只要关键字查询的话 那请注意哦,你就把它改成这样的方式 所以哦,这个地方第二个哦 改的方法,特别注意哦 一个,我习惯是一个字串,然后里面的话等于 打一个等于信号 后面的话记得怎么样?end串接 然后呢,再end串接什么呢? 再串接一个STAR 这样就可以了 OK,特别注意哦,这可能要做熟了 因为这个还蛮常用到的 无论是在筛选,或者是说在哪里呢 在资料库那个SEQL语法里面也常常会用到 那只是SEQL语法,其实用法一模一样哦 不过呢,如果你是用那个什么呢? 你是用那个买SEQL的话,特别注意哦 前面好像之前有同学写信问我啦 如果你是在买SEQL查询的话 那这边可能就是STAR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Person,这个 如果你是买SEQL的话 关键的查询,不能用STAR 只能用Person,OK 好,那这边的话基本上,一样哦 他查完之后,范围可能要改一下 因为这个范围我们是在那个2500啦 不过他这边的话,当然Ctrl向下 那我可以查到是949,有没有? 所以你这边,这个也可以改成949 不过如果你觉得说,老师这个949 如果以后我会增加的话,那没关系 你可以什么?AND 用什么呢?前面有讲过,用追踪的 Range,然后呢,A1向下追踪 点AND 然后呢,钱瓜糊 向下追踪,然后到哪里呢?到最下面的列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我把那个2500把它删掉 后面串什么呢?自动去追踪最下面一列 他就会追踪到,反正不管几列 他抓过来,有几列他就帮你查几列 好,这样的话呢,基本上我大概就改完 应该这样就OK了 查完之后自动帮我把这个放在X 其他就是切过去之后的话贴上 自动调整蓝宽,然后呢,再取消筛选 再切回来第一个,然后取消筛选 再切回到A1,OK,基本上就改完了 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做什么 诶,时下登录的,像你网路上有很多开放资料 可是一下子之后,你没有办法查询 OK,你可能要做很多步骤 那如果你希望快速的做出一个查询系统的话 基本上就把上个礼拜的筛选业务贴上 刚刚我改了一个地方 1,这边 2,这个不用改了 因为刚好第三栏 如果改成关键字就改这里 然后还有哪里呢 还有就是总共有几栏几列 这个L可能,我看一下是不是L呢 我看一下,这边是不是L 不是,是I OK,所以这边的话可能要把它改成I I的最下面一列 好,其他基本上就造就了 最后的话 你做完之后呢,也许你就可以 在这边再多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按钮吧 也许就是筛选,就是我们的那个 假设筛选地址吧 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 再贴上 不过这个地方我们还没做房呆 有三个房呆吧 应该还记得吧 第一个,如果没输入资料的话 OK 第二个的话 第二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没输入资料 第二个是如果输入那个资料 是已经存在的 对不对 比如说中华路你查过了 你又再查一下中华路 重复了会出错 第三个是如果完全查不到资料 对不对,三个房呆 那还有第四第五啊,你可以自己再去找 那我房单还没加 我给你看还有印象 好吧,试一试 不过呢,做完之后 我是建议就是说 可以在这边设个中断点 比较保险 否则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对不对 直接执行 那比如说我要找什么 找中华路好了 中华路的价钱不知道怎么样 最近成交 假设我希望知道说 在中华路附近 最近的成交金额大概多少 然后有没有什么频数等等的 地址大概在哪个区段 按确定之后的话 当然中华路 我们就丢个X 然后游标 这边有个中断点卡住了 然后游标放B1 然后筛选 不过刚刚我按到筛选 先取消一下 再一次 OK 因为刚刚已经筛选过了 如果你变刚好是取消筛选 好 再按一下 按钮 键 OK 没关系 不然在这边再加一次 筛选地址 我把这个第一个按钮改掉 把它改成那个 筛选地址 好 按下它 中华路 按确定 好 中断 然后游标放在B1 筛选 然后这个范围 I到最下面列 最下面列是949 它自动会抓到 I的949 OK 然后针对第一栏 去帮我做关键字的查询 关键字查询在这里 中华路放进来 里面地址如果有中华路的 就帮我留下来 其他不相干的就回避吧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有没有 中华路出现了 其他没有相干的 就不会出现了 OK 然后呢再怎样 游标放A1 Ctrl Type向右向下 Copy一下 然后呢 新增业工作表 名称叫中华路 这个还记得吧 Shut the name Add Shut the name 这个都还蛮常用到 然后游标放A1 本来就已经放在 贴上 自动栏宽调整 栏宽调整 栏宽调整就是AutoFix 这个还蛮常用到的 然后取消筛选 再切回到Shut the name 指的就是台北市的实价登录 那再来什么 取消筛选 游标再切回到A1 诶 恢复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有没有 就一个循环 这是上了上的礼拜 我们讲的重点 查询 再如果你要再把房该加上来的话 那可以怎么样 再利用我们之前讲过的 三种防呆 里面包含就是 有刚刚讲的 如果已经有存在的 然后呢 如果第二个是呢 如果没有填写 第三个是查误结果 我有三种 你就把它贴贴贴 最后就完成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最后中华路 我们看一下 中华路查出来 不过呢 你可想而知 中华路 当然因为台北市的房间 在这几年 涨的实在是 非常的 不得了 所以你可以 在这边我做什么 这边 千分位符号 小数点拿掉 好了 那可以看到 大概 这边 最便宜的话 大概一百万 一百万可以买到几瓶呢 这边 不过这个成交的时间 第五层 这应该房子是 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 因为它 这个建筑物 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呢 是民国五十七年的 8月16 五十七年 哇 古迹了耶 五十七年到现在 刚刚五十年的建筑 五十年建筑的话呢 每平卖二十四万 五十年那不叫鬼屋了吗 鬼屋卖你一百万 你要不要 ok好 那其他的话 当然 这都是千万以上的 所以这比较特殊 这个应该是 ok好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其实呢 像房仲业 其实很方便 他如果 因为时下登陆的资料 他会每一个礼拜 他会更新一次 政府就 内政部 每一个礼拜就更新一次 所以呢 如果做房仲业的话 或者不一定是房仲业 假如你不想要让房仲业转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自己去下载资料 自己做点功课 ok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各位 利用那个私下登陆 稍微做一个重点回顾一下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再 再讲一下这一部分 主要是因为 今天要讲的P4查询 一定就是要在那个 单次查询的基础之上 去做出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所谓的那个 资料查询 上个礼拜讲 所以 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我想各位一定要 至少啦 我刚刚都是用贴的啦 反正至少你还是 可以拿一个范本来做修改 那修改的地方呢 基本上 大概就是 几个 比较重要的 的这个 点 那他我在那个 云端上面 也有一个 台北市私下登陆 旁边有个程式 其实程式码里面 也有改完的结果啦 所以你也可以稍微 把那个 程式码里面的程式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也可以自己再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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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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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 好 好